這個球星巴沒掌握住前面有人 錢肯尼 沒哨音 錢肯尼直接衝到裁判前面 覺得不可思議 現在是要犯規 然後裁判以為他要傳球 這個範圍還蠻明顯的 而且現在Kyle Julius下輪被吹了一個踢 這一來一往差距很大 李佳瑞逃過了一次犯規 不過我覺得這個Juius下輪的抗議 這也是我也覺得說必須要的 因為這也是球場的一部分 他可以去表達他的意思 不過可以選擇更適合的方式更好 由陳建恩來執行這次技術犯規的滑球 同時球選轉換 因為剛剛沒犯規球直接出界 比線球 比線球 更好 是 對 最後一開始 平後 是 我們 是